今天9月10日 現在12點 因為我們要看另一個發展商的樓 這個發展商叫做Bellway 約了今天看 今天看另一個發展商的房子 它的名叫做Bellway 這次我們又是去Berryhill這個區 距離市中心約32分鐘的車程 如果大家想預約看樓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去網站聯絡發展商 接著輸入個人的資料 以及最重要是填寫清楚你的電話號碼 他們通常都會在一個星期內 和你預約 不過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一個星期只工作兩至三天 每一次都可以接見兩個客人 最重要是填寫清楚 你想用什麼方法聯絡你 例如電話、電郵 這次帶大家看一個四房的單位 它的價錢是要290千英鎊 早晨 現在帶大家來這個發展商Bellway 看一個四房的單位 我們一進門口 進去看看 一進門口 這裡又是有個位置 應該是給你好像裝一些雜物 一進門口到這個右手邊 這是一個客廳 這間很幸好有一個清水房 客廳也不小 客廳也很大 客廳也有三個窗 是有三幅窗 看完客廳 我們入門口的左手邊到這邊 就是廚房來的 它的廚房 這個發展商的模式 跟我們之前看 是在Berry Hill另外的 那個發展商 或者是Mansville那邊的 因為我發現它都幾 它有一個Galong位 沒有另外有一個廚櫃 所以它所有都是拍完 Galong位 其實都好用的 這個 我看到它的材料 它都是用這個升幅 這樣 這樣 這個位置 它就是放入熱水 但我們之前看其他 那些示範單位 就沒有見過這樣的Style 它就連繩繩一個櫃 就放入熱水 那廚櫃就在這一邊 這樣大家可以收納不同的東西 我看到它都很寬闊的 其實都 都很多櫃 其實 全部下面這些 都是 用來給你收納的 還有它們的門窗 也不同 這個就一定是雪櫃 雪櫃 是不是高一點呢 雪櫃的之前 那些好像 好像是高一點 變相 好像覺得大一點 雪櫃 這個呢 有一個好 這個單位 的職 也是有一個小房的 那呢 它竟然這個小房裡面 是有升盤的 就是有水喉 那樣的 也有些 比如說 煮東西啊 有些其他程序的東西 可以在這裡做 是的 那洗衣機 也是在這裡的 其實就變相 好像一個洗衣房 但是它就有個 晶盤有水給你用 那這個就跟我們之前 這麼多次看的那些 示範單 有個分別 是 是 廚房這個位置 就應該是出花園的 一個 門口來的 那它那個 花園的這個設計 呢 就是這樣 兩邊開的 那現在它鎖了 那是兩邊這樣開的 那跟我們之前 看的那些 那個設計很不同 那些就是一個 很大的 三道窗 這樣開出去的 這個就是這樣 兩個這樣開出去的 這邊廚房 這邊就是個大廳 那中間這個位置 就是客廁來的 那我又發現他們 這邊的屋 就很有趣的 他們的客廁 那個洗手盆 這個就是偏小的 真的 但是因為是純給你洗手 那裡面就是一個 座廁這樣 那這個是客廁 就沒有窗的 好 我們上樓上 看看那四間房間 上到來呢 又是一個樓梯轉角位 這裡呢 它是有個窗的 變得開洋一點 那它這個走廊 那個木呢 就很不同 我又覺得 因為之前看的那些單位 就比較有少少花紋 那它就比較簡單 那這個走廊呢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闊度是合理的 但就沒有我們之前看過那些 那麼闊度 之前看過那些闊度 那些闊度多一點 那一上來樓梯上面 這扇門就是一個 扇門就是一個 扇門 那這個是有浴缸的 那就是有浴缸的 那也是一半奶簾 不過它有一件事 就是跟我們之前看過 我提醒大家 又是不同的 就是它的洗手盆 它這裏這些位置都很貴的 對 那就是我們來洗手間 那這個也有窗的 就不是黑漆 那這個就是主人房 那我發現它的主人房呢 因為現在它真的是一個清水房 應該是一個交樓的標準來的 那你自己可以放一個 一張雙人床 三邊落床 那一樣 那一樣有一個半身的窗 那接著轉過來這邊 就是它的兔廁 那兔廁 那兔廁 通常主人房的兔廁 都是棋缸的 但它這隻棋缸 就跟我們之前看過的 很不同的 因為它是用扇門的形式 就是這樣 對 那一樣不是黑漆 而且它這個發展商的設計 就是它那一套是不同的 它這個洗手盆 這個也是下面沒有櫃的 那變了 這裏就沒有儲物櫃的 即使你就算是一個主人房的兔廁 它也是沒有櫃給你去擺東西的 那本身主人房這個 它有一個衣櫃 那這個衣櫃就是這樣 那也很大的 那在主人房走出來 另外這邊就是第二個房了 那它就 這些就獨立的一間房 你都可以放到一個雙人床的 都可以三邊的床 我照看就 那又是有半個窗 那個空間這樣都OK的 這個 那好了 到第三間房 那我之前也提過了 通常四房單位呢 就兩個大兩個小的 那剛才看了兩個叫做大 這個屬於小 但它又不是很小 因為它是四四方方的 這個設計 那如果你要放一張雙人床 我相信你就要貼上牆 都放了 就應該做不到三邊的床 那這個 那變成你就放衣櫃 的東西呢 就容易放衣 這個房 那一樣有窗 有兩邊窗 這個 那另外一邊呢 就是單人房 第四個房 那就是說你只可以放單人床 或者好像我之前這樣說 做一下工作室 就這樣了 那這個房就比較細 而且這個位置就是套進去的 對 那一樣有窗 那看完它這個四房單位 那我們看完四間房了 那我又發現有一些細節位的 就是跟之前我們看那些 其他地產商的示範單位 我發現它這個地產商呢 它的地腳線就沒有那麼寬 就比較扁身一點 對 那我感覺呢 就是覺得它這個地產商的屋 就比較踏實一點的 就是不是特別說有什麼花巧 那樣的 因為你看到它這個木 它都沒有做少少雕花 那它就沒有的 那就視乎個人喜歡 那還有樓梯位呢 它又在這裡做了一個扶手的 那這個東西都挺貼心的 細心一點這樣 然後帶大家去看一個 小一點的四房單位 它的價錢是需要二百六十千英鎊 看示範單位之前 先去發展商的宣傳片 看看有什麼分別 可以把所有的地方 看得到這裏 是個最恐怕的 正在你 那是個廖udsman 所以你看到這個地方 現在有分別的地方 你不想炫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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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